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剑会的暴力对决 关南方是利普陀,对面是丽女儿村 这个也是有点意思 那关南方那边选择上的是一个女儿武装 利普陀加神木林,开了一把风阵 那对面选择上的是盘司武装 丽女儿加神木林 风阵也是大克,阴阵10% 从剑会积分来看的话 关南方的剑会积分会更高一些 不管是那个利武装还是对面这个丽女儿 他都差了那么一点点啊 当然他们这三个团队都是 已经玩了这套阵容有一段时间了啊 最近来看的话还算是比较稳定啊 比较稳定 尽量给上 有五行猪 效力藏刀 观赏度的角度来看呢 肯定是利武装那个观赏度是最高的啊 没办法啊 那个主要太暴力了 那种一棍子一个的那种玩法啊 太暴力了 观赏空这边还要飘漫天的吗 你有大颗的呀 哥哥 轻掉 女儿穿再碰对面武装罐 火花五边加上 这还是要飘漫天 看这个样子好像还是要飘漫天 没错 因为打上火花五边的话 漫天也是有概率飘出两次 还没错 金剛馬 一把門天下回 最大方應該是要 打面上 單數回合打面上 雙數回合打三秒 也乾坤套一套 感覺他那個單秒 應該是可以觸發 法連的 再卡一顆五星珠 這邊已經是三顆了 開始打一波面傷 九千一 而對面的 猎女兒被控 寶寶再飛 那他這個面傷就打不出來了 利普團主要是對於 寶寶的一個威脅 太大 稍後出一個 地府的孩子 打上鬼也 把對面 野生寶貝也處理 處理 武裝冠軍命中率 這幾回合不错 醍醐再保一下 卡格蘭耀 有五星珠了 對面補上野獸之獵 破血防弓 開始壓人 有破血的話 他是有百分之五十的一個傷害加成 第二下直接敲了一半五 對面 這 這盤斯直接被敲死了呀 神魔力秒過去也很疼 感覺對面這個防禦跟法防 好像都不是太高 再封一波特技 兩顆五星珠 一萬 這寶寶完全站不住 化身寺的防禦也沒問題啊 可能對面化身寺 他帶的不是法防灵士啊 帶的 就是咱們以前的那種 傳統的 血防灵士 換尋名 再控 對面現在已經三個實體點了 再套化真似 每一套中 終於是可以活口血啊 也不容易的 沒有火 選擇的零元推 關尋魂武衝冠能動的時候 對面他不敢活血啊 建議連心 利姆多這邊節奏太好了 再加上一把大克制輸出 絕對夠的 嗯 又是一把金青 還是沒套裝化身寺 一般對面也終於可以打一波面上了 其實利女兒呢 也算是一個寶寶殺手 但是利女兒 她手短 啊 她作為一個寶寶殺手 她得等到後期才行 前期不行 把她那個 琢磨疊加起來 她一層琢磨 可以多秒一個單位嗎 她最起碼 達到一個秒六以上 才能更多的牽制住你的寶寶 但這個利普陀不一樣啊 利普陀 他 反正一直秒六嘛 卡的藥 他就 哎 水清 哎 關尋魂這邊操作的失誤了 利普陀只要我前期三級藥還有 他就可以一直秒六 再加上他對於寶寶的一個加持 他是打到後期就不厉害了 等到利普陀大概 把他的 藥品消耗到七七八八的時候 可能消耗到各位數的時候 他用藥也得謹慎一些嘛 他也不敢就是一直在卡藥一直在卡藥 到那個時候 他可能也得單秒一回合 面上一回合 單秒一回合 面上一回合 就沒有這麼大的威力了 但前期確實厲害 前期確實厲害 這邊三顆五星豬 哎呀 再給靜良 但現在對面好像有點會不成軍水清在保 四顆五星豬 六千一 七千 大寶寶直接神 直接飛啊 你要不飛要不神 哎這馬上七寶寶絕對好用 絕對好用 這什麼孩子啊 這 鐵孩子打鬼眼 龍宮孩子 鬼眼打上 換地聽 地聽 一個沒秒 一個沒秒死 一個神佑了 對面再換隱身寶寶 應該是沒有慈航的希望 應該是沒有慈航的希望 是個四星 但是是一個老四星寶寶 啊老四星寶寶 沒出法聯 再招 還是隱身寶寶 看來關鍵方得給自己的補多山來一個 來一個鬼眼 青寶寶還得是補多山 拜拜 拜拜